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莎莎姐 今天要和朋友们谈一谈在饮食方面 怎么样能够吃得健康 吃得美丽 所谓的美丽是能够健康的情况之下 能够保持体重 那我这几天不是把我二三十年前年的衣服拿出来 传示范了一下我的职业装 那有些朋友就希望我能够把我的饮食习惯和大家做一个报告 甚至有朋友说你能不能把你平常吃的食谱公布一下 我说可以公布 只是每天吃的东西实在变化不一样 那我还是详细的说一下好了 那我一天吃两顿饭已经快要二十年了 早上的九点再十点之间吃一顿饭 下午呢是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吃一顿饭 总共两顿饭 那中间会肚子饿的时候呢 我就吃玉米 我长期买玉米 在中途饿的时候就吃玉米 平常早上呢我们是以中餐为主 小米粥 麦片粥 燕麦 麦片粥 小米粥 燕麦粥都可以加奶粉 这是在主食这方面 什么粥啊 稀饭啊 少一点 因为吃喝粥啊 容易这个血糖高 所以我就控制 那我吃六个饺子 我老伴吃六个饺子 配小米粥 这是主食方面 除了饺子在面食方面呢 也有面条 那我也是下一小把 然后我们俩人一人一半 这是主食 面馅 面条 小米粥 燕麦 还有饺子 这五样 是属于有淀粉内的主食 那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蔬菜 蔬菜的话每天早上要吃 罗马生菜 或者普通的生菜 或者是小油菜 大白菜 还有人白菜 有地方叫大头菜 我们这边叫圆白菜 这几种属于青菜的 每天要吃 夏天我家院子里有种 生菜 线菜 空心菜 这三样菜每年夏天都要种 所以早上吃青菜也比较多 一大盘 另外就是固定的 每天要吃胡萝卜 我每天呢 是有两根胡萝卜 把皮削掉 把它切成薄片 用矿泉水煮 煮熟了以后呢 我有一半播出来是给我们家一奶奶吃 另外的三分之二是我跟我老伴吃 那胡萝卜煮出来的水都是甜的 很好喝 所以我们是喝这个差不多一碗水 那甜的每天要吃胡萝卜 真的是雷打不动 我和一奶奶基本上是每天要吃胡萝卜 我老伴还稍微 因为他青菜吃的比较多 有的时候他不吃胡萝卜 都是我一个人吃 那除了这些青菜 那我们固定的吃鸡蛋 鸡蛋的话 我一天呢要煮五个鸡蛋 奶奶吃一个鸡蛋 我和我老伴各吃两个鸡蛋 另外一个鸡蛋呢 就吃蛋白 把蛋黄拿出来 所以我们一天固定两个鸡蛋 这都是早上的食谱里面 每天在变动 但是鸡蛋是不会变动的 胡萝卜是不会变动的 青菜是来回的变花样的青菜 买回来的玉米把它处理了 成为玉米粒 玉米粒跟胡萝卜或者是芹菜 把它打在一起 这么大一杯可以分成三杯到四杯 早上我和我老伴一人喝一杯 剩下来呢一大半 晚上的时候我就当汤喝 因为我过去吃海鲜吃太多了 所以容易那个尿酸偏高 所以我就尽量不喝汤 像尿酸高的人不要喝火锅汤啊 肉汤啊 这些汤都不能喝 因为飘鲜高 飘鲜高尿酸就高 容易痛风 所以呢 我把这个蔬菜汁 也算是蔬菜汤吧 当成汤喝 每天晚上喝那么一大碗 我一个早上就喝很多东西啊 我会早上喝一杯咖啡 我喝的水 在我们全家 我最多 为什么皮肤会好 就是我水喝的多 我的饮食习惯还是以中餐为主 好 很少说早上吃面包啊 这些很少 有些朋友说我可不可以吃油煎蛋 用油煎的荷包蛋 在整个卡路里来计算的话 是140 如果用水煮的鸡蛋呢 是70卡路里 所以呢 我们要计划性的 尤其是我 都是控制在一天 在1200卡路里之内 水煮鸡蛋一个就70 两个就140 那胡萝卜 还有蔬菜 没有什么卡路里 那饺子六个 最少也有200卡路里 那我一个早上就花了 340个卡路里 我有时候11点 12点 一点会喝咖啡 一喝咖啡 肚子就空了 那我就会去吃一个玉米 吃一个玉米也相当于 有100多卡路里嘛 我剩下600卡路里 够我晚上 3点半 4点半时间 吃鱼 吃肉 吃半碗的米饭 半碗的米饭相当于 140卡路里 那鱼跟肉 那就看吃的量 再来晚上会吃点青菜 水果 大家 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600卡路里 把它花光了 我也控制在1200卡路里 我就不会体重 能保持 也不会瘦 也不会胖 卡路里控制自己的体重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每天都会量体重 然后每天都注意自己 去计算 我今天吃的这个 每一样东西的卡路里 含多少 那大家如果不明白 可以上百度去查 每一样食谱 含卡路里多少 好不好 另外就是早上起来 空腹 量体重 养成这个好习惯 那么回到那个晚上 三点半到四点半 我基本上是鱼牛肉 鸡肉为主 以前我还比较喜欢用油煎的鱼 现在我都多半都是用清蒸鱼 我吃酱油吃的少 所以很少用红烧鱼 牛肉也是清炖 鸡肉也是炖 清炖 很少放酱油 50岁以后呢 一定要少油少盐 所以我尽量的不吃酱油 只是天然的海盐 这很重要 所以就能够把血压控制住 尿酸控制住 血糖也可以控制住 那我是一周和我老伴 我们自己来检查一次 血糖的稳定性 都能够把血糖给控制住 那血脂呢 我现在是吃他丁 两天吃半粒 吃他丁 我担心就是对肝脏不好 所以先量降下来 每个月都去抽血检查 我的血脂问题 我的蛋固醇问题 肝酸油脂的问题 低密度蛋白质问题 基本上都一定是平稳 刚开始吃他丁 这两个大手臂很痛 那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自己能够掌握 那我每个月都去抽血检查 那朋友有了说 有那么必要勤快吗 有必要 因为我的低密度血脂是很高的 现在已经控制下来了 防止我的什么 静脉这边的问题 脑供血的问题 甚至于中风的问题 这些都是自己要去注意 要小心 对生命的尊重 对自己的尊重 要把自己当回事 所以为什么我说 吃的健康吃的美丽 就是要注意饮食 饮食的烹调 都是用水煮的 清蒸的 少油少盐 好不好 一年之际再一春 那我们今年从春天开始 就做好一个计划 注意自己的健康 注意自己的饮食 把自己当回事 吃也是会吃出健康 吃也会吃出问题 所以这是我一点小巧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 30年的衣服都能穿 就是有的时候胖一点 自己知道了 马上控制 有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 好吧 希望今天我对健康美丽的小尝试 能带给大家一点正能量的启示 启发 好不好 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开始 好吗 那我们明天见 再见